这是我受到侵害前的照片 我受侵害的时候大约八九岁 贝基·艾燕尼记得自己是一个正常快乐的孩子 这张照片是受到侵害后的我 你看我把头发剪了 他一度抚摸我的头发 基本上他让我坐在他的腿上 用手来强暴我 有一次在教堂的法医室 他站在我的背后 守在我的校服内上下摸 艾燕尼说 他当时不认为这是性侵犯 我只知道这是不对的 他让我感到肮脏 但是我当时不怪罪他 而是百分之百的怪我自己 我认为我一定是一个肮脏的坏孩子 上帝在惩罚我 侵害我的人当时刚刚被委认为神父 艾燕尼所说的这个人是威廉姆·雷纳克 他曾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这座教堂任职 1992年 他在另一名受害者 一个担任过祭台助手的男孩 指控他性侵犯之后自杀 艾燕尼现在是受害者团体 神父性侵 幸存受害者的发言人 这个组织要求以未能保护儿童罪 对教宗本都提出指控 但是教宗传记作家 马尔科波里蒂认为 作为教宗 他肯定想要翻开新的一页 他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 制定了零容忍的政策 与此同时 档案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 这些档案还没有开封 已被公开的案件 大多数在美国 1950年以来 据说美国有15000多名受害者 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有人声称受到性侵 目前很难知道 神父性侵儿童问题 在第三世界国家有多严重 因为很多地方尽会谈论这个问题 在美国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认为 性侵儿童是天主教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在书籍主教选举新教宗之前 美国芝加哥教区的大主教弗兰西斯·乔治说 还有那些受害者 他们心中的创伤很深 只要他们的创伤还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这会持续很长时间 艾燕妮说 教会拖了很久才对他进行赔偿 他希望新教宗上台后 会有变化 但是他说 到目前为止 教会一直是 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 才做出反应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and my parents would both come 谢谢大家